國民黨主席補選投票結果出爐 前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贏得選舉 不過外界認為 結果恐怕會令到黨內的本土派 和非本土派的戰爭浮上桌面 學者認為洪秀柱要盡快整合黨內其他派系 受證比外界急統派的印象 國民黨選出第一位女主席 候選人洪秀柱以78,000多票 勝過黃敏衛的46,000多票 以過半得票數勝出 洪秀柱發表當選敢言 強調國民黨大選大敗 再不洗心革面恐怕將會泡沫化 黃敏衛的票數過半領先的地區 只有嘉義院、嘉義市、張法院和雲林院 外界亦都將這場選舉 視為黨內的本土派和非本土派的鬥爭 國民黨前發言人楊偉忠 在臉書上批評 無論誰當選都離逢不到黨內的裂痕 學者就建議為了黨內團結 洪秀柱應該邀請三位對手一起合作 由於洪秀柱也成為國民黨黨員直選主席以來 得票數和得票率最低的黨主席 學者分析代表洪秀柱在黨內的代表性還是有疑慮 未來應該盡快整合黨內其他派系 修正給外界急統派的印象 為國民黨找出新的發展方向